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来 认识一下我们六位同学 你们好 来 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导师 传道导师韩天璐老师 欢迎您 解惑导师隋丽娟老师 欢迎您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字是什么 先来看一个小片 特别的硬景 那七年一始呢 我们当然要来说说这个鸡年的鸡字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鸡字是怎么来的 鸡字发展的这个历史 它其实是有三个系统的 第一个是纯粹的一个象形字 右边的那个应该是机关 左边的那个应该是鸡的会 第二个呢 也是一个对鸡的这个象形 那么第三个呢 它是一个形声字 到了战国时候的 左边那是鸡的发音 右边其实它是一个形旁 是表示一种鸟的意思 另外一个系统 左边是象声它的发音 右边呢就是一个鸟 就今天用的左边一个右 右边一个鸟 有些人就给它解释 说鸡是又一种鸟 实际上是不对的 而是简化了之后 它原来这个形声看不太出来了 好的 大致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字之后 我们先要来聊一聊 我们各个国家的鸡 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国家公鸡做的声音 我们人听的是咕咕咕咕咕 不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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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同国家的鸡 发音都不一样 在俄罗斯那个鸡 是有那个暴食的象征 因为在俄罗斯的文化当中 鬼都是在夜里出来 直到那个鸡叫了以后 所有的鬼就会消失了 白天的力量就来了 这也是起到了 这个暴食的功效 我刚才看到 中国鸡好像跳舞真的很棒 它们会跳舞 我们那边的鸡不会跳舞 我们奥地利的鸡 我觉得不一样 所以它一直到鸡抓子那边 全是有毛 然后脖子也看不到 对 所以我第一次在中国 我买的时候 从那盒子一拿出来 突然有个脖子下来 然后把我给吓到了 真的 还有在西方有一种鸡 叫做火鸡 是非常大的一个火鸡 感恩节的时候 在西方 在美国的时候会 对 会把它放出来 所以刚才说了 可能有叫声不一样 长得会微微不一样 唯独有一点一样的事 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营养很好 中国也是一个传统农业国了 养鸡 一部分肉鸡 主要是吃肉 蛋鸡主要是吃蛋 这个好像是它主要的两种功能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都不如另外一种功能 来得更重要 它是暴食 虽然果代也有像什么 日鬼 沙漏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发生的 唯独鸡每天早晨 用它非常昂扬的那种叫声 然后把你从睡梦中惊醒 鸡知识寿也 主要是它的功能是给人们保食 好 那我们刚才从我们同学的嘴里 了解了一下不同国家的鸡 其实这世界上面 还有很多你们没有见过 想象不到的 各色各样的鸡 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下 开了眼界了吧 从没见过这么多鸡吧 我刚刚看到了完全黑 然后只有头是白 又很帅 很走秀的感觉 所以刚才说有像贵妇的吗 我觉得真的很酷 我都不敢吃 都不敢吃 刚刚我们在大屏上看到了 色彩分成的各种各样可爱的 全世界各地的鸡 我们很难想象 这样美丽的鸡 我们要把它与餐桌上的 这样的一道美味联系起来 但是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叫《无鸡不成宴》 左传当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说当时有公餐 公餐里应该上的是鸡 可是这一天厨师却把鸡换成了鸭子 吃到了鸭子的时候 人们大为不高兴 有的人甚至直接就不吃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 你能感觉到 在中国文化当中 人们对鸡这样的一种美味的 一种眷恋 来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主词环节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图还有我们的九宫阁 有人知道吗 公子的时候讲过的一个词 叫铁公鸡 铁公鸡 铁公鸡 这个很简单 你看这上面 这个一看就是铁的 说明这个鸡应该是很强 或者是很壮 但是我还有疑惑 铁牌能做成鸡呢 这个就是小气的一种人 就是一些东西 他不给别人 他我的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用来指代那种很小气 很灵色的人 那你们这中间 谁类似于铁公鸡啊 我觉得还是达位 对 我记得 对啊 我记得有一次 达位说 哎 兄弟请你吃饭 然后还没吃晚饭 突然接个电话说 哎呀 老婆出事了 我得走 然后走了 我后来想呢 我过五分钟 他不是根本就没女朋友吗 他不是单身吗 对啊 我才想出来 他就是为了逃跑 他又一次叫我去吃饭 结果你们知道吗 他就没带钱包 说了多多你买到 我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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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带钱包还可以理解 忘记了 我有一次跟朋友 朋友说我请你吃饭 我可以去 之后他说 我忘记了钱包 然后说没事吧 你可以刷卡 没有卡啊 多多钱包 没事 你可以找阿瑞吗 有什么支付微信 方式很多现在 对 然后他说 收集没电了 后来是我就 那你等着吧 我上次收 上次收 我就会讲了 他怎么帮我 我说 果然你是铁公鸡里的战斗鸡 对啊 这就是高手 他就对了 我知道山东的了唱 有一个特色式的 就叫铁公鸡 是黑色的鸡 提到这个铁公鸡 我们就不能不说 老舍的这个典故 因为有个著名的学者 请老舍到山东去品尝熏鸡 当熏鸡出来之后 线条分明 筋骨有力的 这样的一种形态的时候 老舍非常欣慰地对大家说 你看他多像京剧当中 铁面无丝的黑包工啊 所以我们叫做铁公鸡吧 来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那是什么 鸡毛 鸡皮 还要搭蒜 鸡皮白鸡 鸡毛松皮 鸡毛蒜皮 这个是一桶蒜 那边是这个鸡的羽毛 看看正确答案 鸡毛蒜皮 三大什么意思 鸡毛蒜皮 平静是一个不好的意思 因为鸡毛你这样的话很厉害 然后如果打算的话很 我很强 所以平静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吧 鸡毛蒜皮应该是一个 不是蒜皮 很小很小的事情 那为什么很小的事要说是鸡毛蒜皮的事呢 因为鸡毛跟酸的皮一样厚 我跟一个朋友去那个商店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呢我刚好差那个一块钱人民币 过三年以后他又想起这件事情了 然后就为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 开始跟我吵架 这你就不对了 大V 那明明是你欠人家钱不管多少 你还是得还给人家呀 一块钱你都不还给我 还敢说什么呢 来 欧蒙希 对 我其实想知道鸡毛跟蒜皮 到底有什么关系 能不能说鸭毛虫皮 或者鹅毛姜皮 为什么是鸡毛蒜皮呢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出处的 有两家 一家呢杀鸡为业 经常拔的一地都是毛 另外一家呢就是开饭馆什么的 经常要剥蒜 风刮起来的时候 相互之间搞得就很脏 就开始互相争吵 搞得淋里不宁 可是究竟有什么事呢 无非就是因为鸡毛和蒜皮这样的小事 所以后来呢从这个故事就引申出来 大家就说鸡毛蒜皮就是非常小的 非常琐碎的这样的事件 就叫鸡毛蒜皮 所以我们常常把生活当中 纠结于这些小事情上的这样的一些生活 我们叫做一地鸡毛 当代作家刘振云的一个小说 叫做一地鸡毛 他以最敏感的视角 没有从大的场景当中入手 而是对一对夫妻 整天生活当中这些琐事 纠结在一起 把它放到了一个场景里 让我们感觉到了生活的那样的一种 无奈和负累 所以鸡毛蒜皮 在我们生活里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处理不好 有可能就是家庭 也是情感当中的大问题 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朵朵 这你都知道 来 我看一下正确答案 朵朵太棒了 感谢来是那个季口是特别重要 在一个小时期我是最高位置 或者在一个大的时期我是最低的位置 对对对对 鸡就可以兴为小企业 然后你又可以兴为大企业 但是你在那个小企业你当了头 但你在那个大企业可能就是实习生吧 就是 他跟他一句话跟他差不多是 宁做鸡口也不做凤尾 宁愿做一个重要的鸡的部位 也不做那个凤凰的不重要的部位 你们是宁当鸡口呢 你们还是宁当牛后 牛后比较好 为什么 比如说在一个小小的公司 你已经是老板 但是你公司就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到一个公司 是一个小职员 但是你还有升级的机会 我无思维主要是钱多 我就不想听别人就告诉我要怎么办 我希望自己有想法就直接去做 但是同样我觉得是如果有一个大企业 我也可以去做实习 因为它确实是进步的空间很大 所以我希望这次马云看我们这次节目 然后需要有人和需要实习生 的话就给我两名 同学们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两位老师怎么看 这个成语典故来自于战国策 著名宗恒家这个苏秦 当时的时候韩国国军就想跟秦结盟 但是苏秦就劝他 你不要跟秦结盟 因为秦非常强大 你跟着他那也是在后边的 你就不如跟其他别的国家结盟 这样的话你的位置比较靠前 用这个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这个话来劝他 其实我觉得他的差异 完全在于一种个人能力 和个性的一种选择上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的个性 可能温润一些 有的人的个性相对比较强悍一些 有的人具备着领导能力 大卫可能愿意做一种蓄集力量者 未必在短时间内就一定要做棘手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 没有最好 只有适合才是最好 那刚才我们的同学们表现得怎么样 来 拿起投票器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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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二 一 欧盟西只差一票 左多差两票 高山也差两票就能超过大位了 所以要继续努力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造具环节 谢谢 来 小朋友给我们造具 母鸡带着小鸡 在草地上捉虫子 很好 它衣着豪华 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 鹤立鸡群是一个成语不错 谢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赛娜的 带肉母鸡其实是攻击力的争斗剂 就是最女的鸡 是不是一个咬鸡 它是这个 有谁能说得明确点吗 我知道 老师 麻烦你帮忙给我们议训 赛娜这个句子造的 其实还真是挺文化的 这是一个学霸级的句子 这也是有一个典故的 出自于庄子 这个人很善于训练鸡 然后齐王就请他给自己训练 训练了一阵之后 这个齐王看这个鸡好像行了 但是那个人说还不行 心气还是比较不定 然后又训了一阵呢 然后齐王看看这鸡行了 结果这个斗鸡的人说 还是不行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 虽然好像很有气势 但是他的心还是会动 这个也不行 后来又过了一阵 然后问行不行 他说这鸡行了 说你看这鸡往这一站 那家伙就跟木头刻的一样 说这鸡已经训练到 非常高的程度了 所以还真是 呆若木鸡的那个鸡 还真是攻击力的战斗鸡 来给塞纳一点掌声 来 我们再来看看欧盟西的 大卫在鸡蛋里也能跳吃骨头了 他是个小肚鸡肠 大卫就是这种人肯定是跳刺的 每次看他 肚子那么漂亮 这么好看 眼睛那么高 然后突然说发音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严谨的态度 你对这个事物要严谨才行 不是啊 你就眼睛下了 那你们别人有没有 你们别人有没有这个鸡蛋里挑骨头的事啊 塞纳 我对男朋友交次了 对男朋友 有时候我看他给一些 无所谓是男的或者女的发一个 眼睛是新兴的 就那个表情里面带新的那个 对 我一看他发我就开始发脾气 就是我有一次 我是我们班第一名 然后我回家跟我妈说 哎呀 我说我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她说哎呀 你得了满份吗 我说没有 那就没有用啊 什么也用啊 我是第一名啊 这个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 鸡蛋里本来是没有骨头的 但是你硬是想从鸡蛋里面 把骨头挑出来 这就表明你一种 过分挑剔的这种态度 但是呢 很多这个贬义 有的时候我们在反着来用它 比如说对待一些事情 我们偏偏要拿出 鸡蛋里挑骨头这种精神来 我们很多中国人 就是可能传统的农业国出来的 这个有的时候缺乏一点 类似像那个德国这样 非常严谨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中国的一些 原来的气球场 就是定三条标准 两条标准 但是同样的一道工序 人家是定好几十条标准 有这种现在经常提的 工匠精神的话 你必须得具有这种严谨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和态度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对我们事业的时候 我们多一点鸡蛋里挑骨头的 精益求精的精神 当我们带人的时候 我们少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那样的一种挑剔 似乎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和谐 我们的很多的文明的进步 就可能会迈得更加远一些 来 我们看看朵朵的 我妈妈做的鸡汤最好吃 最好喝了 鸡汤其实都是很好喝 再加上妈妈做的就更好喝了 对对对对 病了的话 感冒的话 您喝鸡汤就下一天就恢复好了 对 我就知道有一种汤 鸡汤叫心灵鸡汤 是心灵鸡汤是有害的 是吗 有害吗 我觉得就是很多心灵鸡汤 往往是有一种伪道理 可能就是很多人 就是真的是不愿意去努力 然后用来心灵鸡汤来安慰自己 像很多比如说有些简单的 我也可以去写一些道理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去读文学比较好 不要去读那些心灵鸡汤 大卫说的挺有道理 有些是伪道理 特别流行的一个心灵鸡汤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佛像 底下有台阶 然后总是人们踩着台阶去拜佛 但是总是踩着台阶 然后台阶就不服气 说我也是石头 你也是石头 为什么这个人们踩着我却朝外你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师佛就说了一句话 因为我经历过千刀万挂 而你只是经历过那么简短的几道 所以咱俩就不一样 好像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可是你只要在后边加一句话 这个心灵鸡汤的那种伪道理就显出来了 这个磨刀石已经哭在一旁 恰当的一些语言 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换位思考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 但是我们说凡事不可过度 如果处处都在以心灵的 这样的一种疏导师的身份 来教育我们 我们也会烦的 我觉得就是像大卫一样 先天鸡汤这个东西 当自己抑制软弱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可以 但是如果你整天喝鸡汤 把鸡汤当烙饼吃 当馒头吃 当米饭吃 那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行 好的 那主词造句环节结束了之后 我们要来做一个小游戏 谁是卧底 来 准备一下 谁是卧底游戏规则 六位参与者中 四人词语相同 另外两人为卧底 每人每人用一句话描述词语 既不能被卧底发现 又要给同伴暗示 每人描述完毕 投票选出可疑的卧底 得票最多者出局 卧底称他最后一轮 则卧底获胜 谁是卧底马上开始 当然是都跟鸡有关的 大卫开始第一轮 它是个化学的物体 所以一种野菌 一种食物 一种食物多多 对我们金剑的字有相通 我很喜欢 好直哭了 你说的差异还挺大 来 开始指正 开始指正 大卫 大卫 我知道你们很爱我 每次都让我出来 我觉得大卫说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 觉得想不出来 为什么每次想 因为我每次说什么都不对 有一个词 化学 对 对啊 全都是化学 对啊 化学 化白 化白 是不是我的 可以告诉我 来 第二轮 塞纳开始 这个可以买 这个可以吃 这个可以做 热的最好喝 可以放盐 开始指正 你是指正思琪吗 高山 对 可以喝 这个很奇怪 有点奇怪 对啊 怎么可能可以喝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说 做 加烟 但是只有他说了喝 这个收拾也不落实了 大家以为他改变了吗 这个什么这是什么办法的 这是一样 来来来 再指一次 我们就再指一次 指正 开始 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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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怎么辩驳也没用了 但是 卧底还在 来 塞纳 这个是用鸡做的 如果鸡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 躲脱 我想了很多 我可以做 我妈妈可以做 她能做 我妈妈可以做 你别乱指我了 阴阳很充分 来 开始指正 我摸个星 什么祸不下鸡乱七八糟吧 来来 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自己 大概意识到了吧 但是已经晚了 你已经被他们给指正出来了 对 太晚了 你看全是鸡没有这个 怎么能活得下去 不要碰 没有碰的东西 好吧 好吧 来 你们成功了 好的 那游戏做完了之后 我们要言归正传了 要进入到 鸡的来龙去脉 人鸡皮无 鸡爪子特别锋利 战一个将军 一般到鸡都是公鸡 是不是 就同一个女朋友 叫我去吃饭 她就没带简报 说了多多你麦当 我去 果然你是铁公鸡里的战斗鸡 欢迎收看到位批判到会 好 谢谢 生猴年去了 有鸡年来了 你看在所有的这个家庭当中 只有鸡是这个十二生肖之一 知道为什么吗 那个 包式 对 包式 所有的鬼就取适了 鸡排在第几 你们知道吗 第六 第六 还有什么 能给我们说说吗 牛羊马 鼠舌 猪牛五兔 龙什么样 猴肌狗猪 四属丑牛 鹰狐冒兔 陈龙四舍 无马为羊 身后有几 许个害猪 这就是12个生肖 所谓鸟类的身份 而进入到12个生肖的 除了鸡 就没有其他另外一种鸟了 原因就是因为 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为人们暴食 与此同时还提供给人们 肉和它的蛋 人们把它列入到 这个12生肖里面 确实是实至名归的 鸡有着一种向上 和争强好胜的属性 传说玉帝在封12生肖的时候 原本没有秦类 鸡就感觉到特别地委屈 他就到了玉帝那里去诉苦 并且把自己所承担的这些责任 一一向玉帝说了 于是呢 他也想把秦类纳入到12生肖当中 在排生肖这一天 就把鸡和狗同排在了一起 鸡的好胜心和争强 在这一天就起就表现出来了 当他们要同时去排生肖的时候 鸡呢 却连跑带飞跑在了前边 于是鸡就排在了狗的前边 这个典故就说明鸡 作为一种属性来说 它所具有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特点 这个鸡对人类有特别重要的贡献 还有很多高贵的品质 所以我们往往说它是武德之秦 你们知道鸡的有一些什么性格 或者是品行 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借鉴的吗 来图给大家的一些提示 鸡关 手带观者文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它为什么是文 跟鸡头上带这个鸡关 文明就文明了吗 跟文有什么关系吗 手带观者文也 在这里边这个文不是文明的意思 中国古人成人以后他要加关 机身脑袋上这个关子 就像这些君子 成人礼之后戴的那个冠冕 他们像古代那些君子一样 应该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子鹿 在一次战斗当中 系帽子的那个袋子被敌人砍断了 然后他把武器放下 就系这个帽子这个袋 扶正这个自己的冠冕 就在扶正冠冕的时候 然后被敌人砍死 叫正冠而死 这就象征着这个古人是怎么的 把这个帽子其实看得还是很重的 即使死的时候也不能死得那么苟且 死那么难看 生死关头整理一贯 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 埃及或者阿拉伯人 如果看见那个我们德国王的话 就是他们都会有那个王冠上 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毛 鸡头上不是有那个机关吗 他们有可能是怎么学的 我们那基本上都是森林 我们去追动物什么的 所以全身绿色 包括一个大绿帽子 能不能穿你们传统的服装 我说我死也不穿我的传统服装 在中国真不行 在我国家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帽子 变出不同的民族 每个民族也有不同的颜色和款式的 但是现在在塞巴仗是 如果有一个男的 必须就是男的进去一个饭店 他必须把他的帽子摘下 摘下 这是一种礼貌 一种礼节 好像在中国有一句话说 那个鸡罐留给小孩吃 就是寓意说 那个小孩长大了以后就当官了 是跟那个显音有关系吗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 人们特别地钟情于一种谐音 作为鸡来说 人们的谐音更多地 把它视之为吉祥 大卫也都提到了 官与做官相谐音 所以官上加官 又给予了另外一种美好的寓意 好的 接着来往下看第二幅图 上屋 我知道我知道 阿萨娜 鸡腿 上屋 鸡腿 他是那个鸡爪子特别锋利 表示什么呢 走路太累了该抛脚 他就是像一名将军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是养过 养过鸡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公鸡 他真的是管理那么多母鸡 比如说我姥姥当时那个喂鸡的时候 必须的是那个公鸡把它们带出来 而且是那个那些母鸡都听话 所以说他就是真的像一个将军 无父聚者无野 那个鸡鸡是什么部分 鸡鸡不是那个招地的那个爪子 而是指的那个不招地的 对 这个地方特别锋利 就是在打架的时候就是王宝用这个机具去刺上对方 所以这是他跟别的攻击打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天生就带着武器 你看那就是他有一个那个武者之词 所以独副剧者无野 对 那那么锋利的爪子还有没有别的用处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是在干嘛知道 斗鸡 斗鸡这个都知道 还有斗狗 还有斗鱼 斗鱼 毛和老鼠斗 所有动物都可以斗 这个倒不是说都可以斗 斗的都是那些生性就比较好斗的动物 比如说斗蟋蟀 斗狗 也有斗马 也有斗牛 总而言之是这个动物一定本身比较好斗 然后才能斗这个 你比如说两只鸭子打起家来的很少 我们几乎没有斗鸭子 我没有斗兔子的吧 因为从它们的这个本身的体型上面 就可以看出有斗的这个本质来 对对对 你看它的爪子啊什么的 那我想问问这个 在各个国家 不同的国家 这个斗鸡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那边根本就没有 但是我经常 包括我从我朋友在墨西哥 那个是特别火 墨西哥斗鸡 对对对 包括从美国有人专门去墨西哥去看去 埃及最南部的话有这种情况 然后它就是大 还有颜色特别黑 我在中国看的是在广东 比埃及那个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小和颜色 应该是不一样的 大小颜色 对 我们那边我发现一般斗鸡都是公鸡 然后我一直想 它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矛盾 是不是就同一个女朋友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斗鸡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鸡的一种本质 一种特性就是它具有勇气 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斗 对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斗的 说到这个勇气和好斗 又得问问你们六个人了 谁最有勇气 谁最好斗 我觉得搞上最有勇气 为什么 然后看他那个样子 怎么着我都不想惹他 因为他有这个气势在 对 我还是觉得朵朵吧 朵朵的力是太大了 还挺勇敢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他这个人 完了可以回家了下课了 救命 我不怕朵朵 你就怕你媳妇我知道 我不怕我媳妇 我尊重她 我们刚才问了欧盟戏 在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我错了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那是什么 可不是鸡翅 鸡翅师吗 他们出去了 大公鸡还有母鸡 看着小鸡们在吃食 这也表现了鸡的另一种品质 就是很温和 很温柔的 很温和 就是在小时候 我们家不就有很多那个鸡嘛 有母鸡嘛 然后呢一只鸡 一旦他发现有好吃的 他不是自己去吃 他立马告诉他身边的鸡们 也就是他不吃毒神 得食相告者人也 你们当中有吃毒神的吗 有 谁 欧摩斯 他每天跟我讲 他们那个阿华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对 吃太好吃 但这个还没带我吃一次 一次 一次 我每次看另外一个人吃我的东西 我的心不客人就吃 不客人就吃 这你俩都爱吃毒神 因为是好吃的 干嘛风向跟别人呢 尤其是 尤其是自助餐的时候 好多螃蟹 人家就想想想 带走对吧 比如说多多多的吃这个 我吃那个 然后就觉得他吃得更好吃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分享的话 那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都好吃 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味道会更好 下次你可以试一试 好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有一幅图 这个是 问题不提 提舞 一起来就开始做你的事 听到这个鸡打鸣的声音 就可以一起来工作练舞了 对 它会不会出现问题 每一件都有一样的事情 机会不会出问题 万一他感冒了 他没发 嗓子哑了 你也听不见 对吧 他们有很多伙伴 一个叫不了了 另一个会叫 那不可能 怎么可能 所有的都感冒了呢 塞纳也说到了 你看这个闹钟啊 钟表啊 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但是鸡就比较可靠 对 不太会出现问题 所以也体现了它的另一个品质 信 信誉 信誉 大字语 我们经常说鸡具有武德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 中国古人常常管这个潮水 来的这个叫信潮 为什么 在确定的时间 它就一定会到 给人们一种可靠感把握感 这个鸡叫也是 靠着鸡的这个生物中的作用 非常准确的 然后把你叫醒 我们崇尚一种文化 而在鸡的身上 我们都感觉到了 那就是文 武 友 人 信 所以在鸡年的鸡日里 我们就把鸡的这样的武德奉献给鸡年 让大家都拥有着一种武德的情怀 好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隋唐大测验 好的 我们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 有一幅完整的拼图 那我们蓝队先来把十块图抠下来 红队要给它再贴上去 这个时间就是另外两位同学组辞的时间 来 开始 好的 欧盟系红队的代表 要开始把这幅拼图完成了 那我们蓝队的两位同学准备 来 两边都要快 好 完成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蓝队完成了多少个 母鸡公鸡 铁公鸡 母鸡重复了 鸡 口 牛 后 那一共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词完成了 好 现在我们要交换一下 好 来 你这样拿着干嘛 没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了 十块了吗 可以 好 开始 这个是什么推 这个也不错 开点 开点鞋 小鸡 木鸡 公鸡 对 对 快 快 快 到快 超越我们 没关系 加油 加油 黑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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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甜 杀鸡 鸡毛 黑鸡 乌鸡 乌鸡 公鸡 这个是鸡汤 那个乌鸡肯定是对的 但是他 但是他没有写出这个字了 对 对 严格来说这个错别字 这个应该算写错了 对 不应该 那黑鸡呢 黑鸡字典里肯定是找不出来 找不出来 是黑的 非洲的那个 是黑鸡 是黑的 非洲的那个 对啊 就算对吧 就算对吧 超出我的知识范围 鸡蛋肯定可以 一二三 五个 所以我们还是蓝队获胜 恭喜蓝队 别灰心啊 我们还有下一轮呢 来 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游戏 好的 我们这一轮的比赛仍然跟鸡蛋有关 你看有一个鸡蛋在中间 我们每一队呢 会派出一位代表来 把这个鸡蛋 吹到另一方的这个终点 赢的那一方呢 就要来回答问题 开始 太赢了 大位 那蓝队输了 只有红队 可以 鸡蛋里挑骨头是吗 对 这个里面就是本来是完美的 可以的 但是它就是跳刺的 对 鸡蛋里挑骨头就是他说的 好的 蓝队获得一分 开始 不能碰到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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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是再碰到鸡蛋 那一方就输了 好 感觉他不吹 用嘴顶住了 他吹不过去了 来 红队 再挑一个 好 这里的意思是 鸡丢了他的帽 因为太着急了 就是很多的小吃鸡 就是飞了 飞到肩上 就变成了一个大事 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对 是不是 一般来讲我们说鸡毛飞上天就是乱乱嚷嚷很闹 有点像你说的那个场面很乱很杂 我们也说一个人本来可能他并不是什么很杰出的人才 但是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居然就好像就上去了 是 升天了 这好像是鸡毛飞上天了 来 下一个 开始 不能牵那个红色的东西 加油 加油 你看 来 赛纳获胜 来 杀鸡烟用牛刀 意思是说大体小做 本来是一个事情你可以就是简单地解决 但是因为一种特别夸张的方法解决一个小小的事情 正确 目前是各答对了一题 来 准备 开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来 再挑一题 这个吧 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就是要做一个全面的 也不要去做一个就是大一点的但是不全的 这个应该是不正确的 这个常常形容是说一个本来非常有权势 一旦等他比较倒霉的时候 他失去了这些的时候 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 决一胜负吧 开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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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生 高生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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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规 犯规 好 犯规 所以还是红队应该获胜 好 谁来解释手无负机之力 从这边上来看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一点力量都没有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力量很小 好 恭喜 所以红队2比1 红队获胜 恭喜红队 现在我们要进行最后一轮投票 到底谁是我们的优秀学员 看你们的了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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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好 我们的中国女婿欧蒙希是我们的优秀学员 好 有请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实际上和鸡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大家看这个世界地图 会不会发现中国的地图的形状和一只熊鸡非常像呢 毛泽东同志过去有过一首词什么说的 叫熊鸡一唱天下白 说的是中国解放了 中国未来的前途会一片光明 那么今年是鸡年 我们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鸡年里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前途似锦一片灰花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两位导师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今年大吉 新年快乐 再见 生鸡蛋 掌声贵子